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想到的什么 首先想到的不是金子塔 而是金子塔前面那个 位于哈佛拉金子塔前面那个什么 尸身人面相 名声太大了 一直大到了什么 超过了哈佛拉金子塔 而唯一可以与之比美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胡夫子 这儿就有个问题 你说他这个尸身人面相的名字叫什么 有人说 斯丰克斯 这斯丰克斯怎么来的呀 话说相传公元前二三世纪生 希腊人呢 占领了埃及 希腊人好玩啊 一大批旅行者 来到这个通过地中海 来到埃及参观 老眼一看 突然之间 有一个人就说 斯丰克斯 于是 这埃及金子塔前面的斯丰克斯 都传开了 这斯丰克斯什么东西 为什么 希腊人 一见着这尸身人面相 就管他叫斯丰克斯 这是因为啊 古希腊神话中 有一怪物 这怪物啊 长着女人的头颅 狮子的身躯 再加上两只 鹰的翅膀 鹰 老鹰 也有人管叫鸠 加上两只鹰的翅膀 他的名字就叫斯丰克斯 生性藏苦无比 从智慧女神那儿 学到了很多谜语 最怪的一个谜语是什么 说一过一物 早上 四条腿 中午两条腿 晚上三条腿 往今儿一站 这斯丰克斯 过来过往的人猜谜 猜中的过去 猜不中的弄死 吃了 这谜我们今儿都知道 人呐 人嘛 早晨 早晨 生下来 不会走 会爬 可不四条腿吗 大了 像我身上 这不就两条腿了吗 站着走了 老了那时候呢 住一拐棍 三条腿 在今天这都不算什么 但是在那一阵 在整个 希腊没人解得开 杀了很多很多人 直到一个 俄里普斯 从那儿过 才猜中 这斯丰克斯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全知全能 无所不懂 超过我的人没有 所以人家 希腊人老远一看 啊 这怎么跟 咱们那神话中传 神话传说那个 斯丰克斯一样一样 所以你说他能不怕吗 据说 所以这到底是谁呢 他怎么就认为 是哈佛拉王 因为过去呀 古埃及学家 一看哈佛拉 法老跟前的这个 领悟嘛 自然就是哈佛拉王的象征 美国的芝加哥大学 有一位著名学者 把这斯丰人面上输进去 然后再对照着 哈佛拉 这法老陵墓里的哈佛拉像 一对 用三维地图的办法 一对发现 俩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总算是怎么样 这 斯丰人面像 是哈佛拉王 这有了所谓科学依据 但是 后来又有人 这也照着这个办法画 在电脑上 用三维动画 画出来一看 猫王 跟猫王长得一样 所以你说这 到底像谁呀 人嘛长得都差不多嘛 所以有人就对这电脑这个 这三维动画技术产生了疑问 由于这个产生疑问 所以很自然就要提出新的内容 在这说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地质学家 在研究中发现 不对了 这雕像 比你们说的要早 传统意见 一般认为 这雕像诞生在公元前两千五百 也就是离今天 四千五百年吧 但是 这些人面对这个石像 你要去过去 这石像日久天长啊 它变质了 石头不结实 它有风化现象 但是 它那石头是固定的 石头每年 你刮多大风下多大雨 它怎么风化 它得有规律 所以有的人一研究一看 石像的裂算和风化 不对了 因为什么呢 这同样有三个金字塔呀 石头都一样啊 为什么这个三个金字塔 它风化现象不那严重 只有这哈佛拉这个 石身人面像 就风化的如此严重 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这项要比这哈佛拉金字塔 早两千五百年到四千年 最近纽约警察局的资深法医学家 多明哥 对哈佛拉法老雕像 和石身人面像的脸部特征 及其角度进行了细心的 比较和测量 并为石身人面像 画出几幅还原像 但怎么也看不出 与哈佛拉法老的相似之处 它指出 如果埃及人雕刻技巧高明的话 这两尊雕像 绝不可能模拟自同一个人 那么 石身人面像究竟像谁 它到底经历了多少岁月呢 让我们把时光 回忆到四十多年前 一位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 美国地质学家 让哈尔夫教授 这让哈尔夫教授 是美国芝加哥的 地质大学教授 他原来对 精彩也不懂 也不想懂 但是很偶然的 人家给了他几张 这精彩的图片 其中就有那么一个 石身人面像机 他一看 石身人面像的脸上身上 有那么多沟壑 他搞第一片 当即就说 这沟壑 长期雨水冲刷的结果 然后他一想 不行 我得亲自考察 于是乎 就来到了 这哈佛拉金字塔根前 这吉桑 在经过一系列的考证取样之后 他发表了他的惊人观点 这埃及的石身人面像上的沟壑 是因为长期雨水冲刷形成的 而这种雨水冲刷 至少 要经过一万年了 不然 这石头肯定不会变这模样 但是 你想 你这对 传统的埃及的考古界 就形成了一个挑战 人家都认为这项 距今四千五百年吗 你非得说这项怎么样 距今一万年 人家能不围攻你吗 哎呦 好几百人围攻他呀 古埃及学者们强调 在哈佛拉王建造金字塔 和石身人面像的年代 埃及的气候已十分干燥 不可能有中年丰富的驾驭 更不可能有雨水侵蚀石像的现象发生 面对这些汹涌而至的责难和不理解 心情平静的哈尔夫教授 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发现 公诸于众 但事已认为 他的观点无人理睬 在一片非难声中 哈尔夫教授痛苦至极 在郁闻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难道这个人头 尸身牛尾 鸠翅的尸身人面像 真的生活在一万年前吗 人们开始观察 经过不断的观察 他们发现 从金字塔到尸身人面像 从法老的陵墓到雅典纳神庙 在埃及 在希腊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种人头尸身牛尾 揪斥的 人寿合体 遍地都是 到哪都有 墓地石碑 雕塑 器皿 装饰 绘画 我们到处可以找到 各式各样的 私分刻思想 都是这种 人寿合体 难道这里面 隐藏着什么秘密吗 它是不是在 昭示着我们后人 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它是不是在 告诉我们现今的人类 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东西 带着这种疑问 有人就对这 斯丰克斯 本身进行了研究 研究的结果 结论是各式各样 有的人认为 这尸身人面像啊 有着天文学上的象征意义 尸身人面像 与黄道中的 狮子座啊 狮子座 象征着什么呀 哎 象征着复活与生命 每天清晨 在埃及 在吉萨地区 低缕阳光 永远会照耀在 尸身人面像前 阳光 太阳神阿波罗 代表着生命与复活呀 死了的可以活呀 但是 如果按照这种黄道的说法 与黄道中 与这个黄道 相对应的 不应该是尸身人面像 应该是什么 尸身人面像的前面一点点呀 也就是说 应该在尸身人面像的 前脚 前左 下方 是不是这尸身人面像 见错了 古埃及人那么聪明 他能把这尸身人面像 见错了吗 这不可能啊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近几年来 埃及舆论界不断地疾呼 尸身人面像病了 快救救尸身人面像 1981年10月19日 中午一声哄响 1926年修筑的尸像 左后腿护墙塌方 形成一个两米宽 三米长的窟窿 更是牵动着埃及人民 和全世界公众的心弦 人们担心 也许有朝一日 成千上万 慕名而来的游客 将面对一片废墟 漠然平掉了 那么 尸身人面像究竟换了何籍 如何医治呢 其实啊 是十项生病已久 早在公元前450年 希腊的著名学者 西洛多德 来到吉萨地区的时候 他就告诉人 这儿有三个金字塔 但他没有看到 尸身人面像 为什么 我们就怀疑 那个时期 这尸身人面像 那个高度啊 都被沙子给掩埋了 再后来沙子退了 这就到了什么呢 托勒密时期 也就是特雷奥巴特拉 那个王朝时期 在那个王朝时期呢 这尸身人面像的石块 就开始脱落 那个朝代就开始修 再后来 罗马帝国 占领了这个地盘 托勒密王朝 灭亡了 所以这尸身人面像 他所遭到的破坏 我们可以知道 有记载的两千多年 到了1818年 一个英国籍的意大利人 卡菲利亚 在这绝宝四年 发现了这石像头上 掉下了一块东西 圣蛇浮雕 和一个尸身人面像的那 男的呀 他有胡子呀 一个圣蛇浮雕 和一尖胡子掉下来了 他是英籍意大利人 很讨好的 把他献给了 英国大布列连博物馆 在后来 1916年 法国人担任文物局长的 埃及文物局 开始修筑了 这尸身的后织的护墙 就是我们讲 1981年塌了那块 在二战中 双方都怕打着 所以又把这些东西 怎么样加固 二战结束以后又拆 但是到了20世纪 70年代 这尸身人面像啊 是大病不断 小病也不断 你修 不 他坏 采取了各式各样的修筑方法 但是这些修筑方法 我们不断要问 他管事吗 他会不会破坏 尸身人面像本身 你现在看 你的修筑 是有正面影响的 但是谁知道过了N多年以后 他会不会起副作用 因为我们经过考察知道 这尸身人面像啊 得的是一种慢性病 人 他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 石头 他也有一个自然而然的 生老病死的过程 这个慢性病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周围混乱的声音 嘈杂的人流 对不对 所以 爱景 后来就想了个办法 从那年开始 1982年开始 先拆 把周围的夜总会 俱乐部 博物馆 娱乐场所 别墅 统统拆掉 一环 这尸身人面像 一个什么 清静的 时空 但是话说到这儿 我们就知道 尸身人面像 他得了慢性病 他的 修复工作 不是一朝一夕 能解决的 但有个问题啊 这尸身人面像 我们讲的这个 人头 尸身 牛尾 鸠翅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下次再见 这人寿 这人寿合体的奇迹 依然保持着 他独有的神秘 尸身 人头 鹰翅 牛尾 究竟代表着 什么含义 在尸身人面像 前卒下方 挖出的 一本羊皮书稿 与玛雅人留下的 诺查丹玛斯大预言 给后人留下了 哪些警示的语句 埃及金字塔之谜 系列之 神奇的预言 下节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